大家好 总统青春故事馆 今天我们要来谈 其实有一段历史 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于我们要讲 总统青春故事馆 要从1945年开始讲起 就一定不能够错过 神秘的这个白团 那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相片 就是蒋介石 在阳明山 跟白团的成员合照 那白团的成员 其实每一个人 在台湾都另外有化名 那个化名就是一个 三个字的 是属于华裔的这样一个名字 那白团在当时 823炮战的时候 也是亲自在金门的战地 那还有很多影响 是我们今天 如果不讲的话 很多人不知道的 包括他当时帮我们 写了很多的教育训练 这个教育训练 除了革命实践研究院 是怎么来的 就是从白团来的 白团当时做的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 帮台湾训练的非常多的 高阶的军官 而白团当时从日本来的这一些军事将领呢 都是教级 校级以上的这个军人 然后当时事实上是没有合法的通行的管道的 所以他们都是用偷渡的方式 从那个北部上岸 然后来协助 蒋介石的政权 那协助哪些事情呢 其实到我们今天呢 台湾的这个军事教育的规划 都受到白团的影响 那他们全部都是日本的军官 那当然是化名为华人的名字嘛 那我们长久实施的义务征兵制 就是白团的规划 那他们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呢 历来的训练啊 一起一起的 我们从找到 现在在网络找到的 从这个早期的 有第三期的同学录 这个封面看起来还很新啊 那上面写什么呢 就是加密 连这个同学录啊 都是密件啊 然后呢 也有女性的 给妇女干部 有训练班 上面还有讲中正的名字 中正 这都是密字的 然后前面第二期啊 第一期的学员呢 后来都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 包括郝伯春啊 然后这个柯远芬啊 但柯远芬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相片 就是在这个同学录里面的资料 那像柯远芬呢 有很多人都说 他是228事件应该要负责的人其中之一啊 这是柯远芬啊 那当时在这个228事件的时候 他就已经人在台湾了 那像王生 他也是应该这个是在第二期的 第二期的这个格实院的这个学员的名单上面 同学录啊 所以我们把这些资料找出来 可是重点来了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 包括我们的义务征兵制 都是白团的 日本这些来的这些将领啊 帮台湾规划的 那他为什么要帮台湾规划这个东西 明明当时日本是战败国啊 而且日本当时的经济情况是非常的百页萧条 然后我们也介绍过这个 横冰玛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受美国的这个驻军啊 的这个影响 影响到今天 为什么要来帮台湾 这群人的信仰其实也一样是反共的 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整个国际的影响 尤其亚太地区的影响 所以来协助蒋介石政权呢 是在抵抗中国共产党的 而这群人呢 因为认为应该要反共大陆 所以跟当时在台湾的美国的驻军啊 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势力 两股势力是同时在台北啊 一个是美国在台湾的驻军 一个是白团 所以本来白团也在原山 后来白团呢 就渐渐往这个石牌那个方向移动 那最后在阳明山就有一个隔石院 是这么来的 所以除了征兵制啊 他还教了我们 其实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所受的这个军事训练 这个教育啊 军训的课程 包括刺枪处啊 怎么刺 怎么喊这个口号 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个剑道 来自日本的剑道 我们应该要知道 我们学一样东西 这个渊源来源是在哪里啊 所以当时其实 为什么蒋介石对于日本 除了他自己是留学日本的军校之外呢 为什么有一些说法是说 以德抱怨呢 其实当时刑事所逼啊 他也没有多少条件 可以对日本施以报复 那包括我们今天入伍的这些男性啊 一定要去这个 比如说把炒侧风向啊 这些比如说顺口六啊 你要背的这一些单兵的这些战斗的教练啊 全部都是白团留下来的这些资料 帮我们培训军事课程 那相对了 我们其实不知道现在日本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军事课程 可是至少神秘的白团 在台湾的贡献啊 对台湾的影响啊 到今天为止 就从1945年到今天啊 他们比美军驻台还要早 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就已经来台湾了 所以你看1945到今天 已经长达75年 就是中战之后 其实这一股势力的这个影响 一直到今天 当然革命实践研究院 现在在国民党手上呢 还继续在经营嘛 但是规模已经搭不如前啊 影响力也视为了 我最近还看到革石院呢 有贴一些相片 po在这个脸书上面 就是一些年轻人 办一些这个学习营吧 大概是这样子 那预算也有限了 就已经跟蒋介石在位的时候 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 刚这个兴起的那段历史啊 已经不可同日而遇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 让大家回味一下 这个历史上 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 神秘的白团 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贡献或影响 OK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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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